就是要废除 也是我们当时六四也开始喊的口号 虽然说要民主要打倒官党 还有一个口号就是要废除一党专制 这是迫在美极的 我们很对不起你们 二十五年前我们没有达到这一步 那时候呼声也不够高 大家还是很天真 还是觉得是父母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现在很多在国内的 内地的勇士们他们提出来的就是 没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还有两点请大家考虑 现在官方的媒体 他骂香港的 骂两种 他污蔑香港 一个是说港独 香港独立 一个是要骂是你们联合境外敌对势力 我先说境外敌对势力 您好 》 这是